我做这个活动呀 是想安心 未必要不让人家知道我 用多少东西 算不算 那就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眼前这位有些凡尔赛的大叔 叫阿蒂利·美买提 新疆喀什加师县人 维吾尔族 2003年 他两手空空 来到郑州摆摊烤羊肉串 如今经营着300平方米的 新疆特色美食城 在郑州扎根安居乐业 这些年 他捐助困难病患 资助残疾儿童 帮扶孤寡老人 为黄卫工 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 提供免费餐 为贫困学子 提供勤工减学岗位 带领员工 街头巷尾献爱心 做着一件比一件光荣的事情 但却从不计算 为此花了多少钱 2017年5月 盲人女孩王一文 和其他四名贫困残疾儿童 成为阿蒂利的长期资助对象 每人每年3000元 直至22周岁大学毕业 如今的王一文 已是浙江音乐学院的大二学生 亲爱的阿蒂利买买提叔叔 您好 今天我有心里话想说 我非常地感谢您 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大力帮助 因为有了您的帮助 我才能在校园里 安安心心地学习 现在我想向您 汇报一下我的成绩 自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被浙江音乐学院录取到现在 我始终保持第一名的成绩 因为只有好好学习 我才能对得起您 对我的帮助 我小的时候 我家里条件不好 我没想过 想不了好一点的学校 因为我想到 什么时候 我有钱了 我生意亲共了 我想就是 不要想 我想不了学 不要给这些孩子们 我能帮到学 就是让他们 给他们 帮一下 他们好好上学 美食城里 地道的新疆味 加上阿迪利的热情好客 不仅深受当地人喜爱 也让不少在政新疆人士 有了家一般的亲切感 来这吃 马上就能吃出老家的味道 见到阿迪利老板的时候 就很热情 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融入到 我们这个群体中 然后也可以坐下 一块吃饭 聊 谈天说地也都有 说话干什么都很温柔 他也经常做慈善 他是一个比较 咋说呢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比较暖的一个人 阿迪利说 幼年时家中贫苦 没怎么上学 外出打工吃了不少苦 生意发展起来后 阿迪利决定回馈社会 以报答各界 对他的支持与厚爱 刚来将军的时候 人性低不速的 韩语说的也不是那么好 我也好多话都听不懂 咱们旧边的好多 京都那些本地的 都很照顾我的生意 他们不来消费 他们不来吃 在这里吃我们的 新疆美食 我也没有今天这一步 我能做到今天 也离开咱们河南 各地政府的帮助 也离开咱们河南 这个当地的好多 客人 从路边烤肉摊 到如今的新疆美食城 阿迪利的员工 如同他资助的对象一样 不只有维吾尔族 还有回族和汉族 写回文堂 有个民族团建 才有我们这个好日子 不然的话 没有那么好的日子过 帮别人的 也不需要挑战好不好 大家帮忙的时候 我也是不跟怎么样 200块钱也好 500块钱也好 就是有了钱 我就是给他们帮个忙 因为帮别人 心里面也很舒服 做一点好事 也很高兴 以后我们的目的就是 把事业做好 员工们 活活管理好 也接待好咱们这个客人 以后就是 能做多少 能帮多少人 我们以后就 长期做这个 慈善爱神活动 一路走来 阿迪利成为许多人的榜样 后来他也有了自己的榜样 三次冲入火海 救人而牺牲的英雄王丰 被王丰世纪感动的他 与王丰家属 结成民族团结 一家亲亲戚 两家人互来互往 亲如一家 阿迪利对我们 就是的关心 一直都没有断过 真的是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让孩子们也感受到 来自这个 就是说 我们56个民族 来自威吾尔族的 一种关怀和温暖 阿迪利对社会 就是帮助特别大的一个人 对我几孩子们来说 影响非常的大 也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对我来自威吾尔族的